随着年轻人结婚年龄越来越晚 中国生育率和结婚登记率都呈现下滑 但你知道吗 中国政府实在太过积极 还会打电话来催生 自己在近日接到了街道办的电话 接起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对方来历 就被问到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 同时还否认自己是催生的 你没听错中国财新网报道 在过去几个月 中国各地有越来越多正值生育年龄的女性 接到政府关切电话 就有一名才刚结婚的女性就抱怨 应付亲戚催生就够烦了 现在还要接政府电话问 你怀孕了没 究竟中国年轻女性不想生育原因 又是为什么呢 有些女性因为生育职业发展受到影响 有的还不得不放弃工作 一些用人单位考虑到劳动力成本 也不愿意录用尚未生育的女性就业者 中国生育率自2017年以来 持续下降 人口在2022年和2023年出现萎缩 现在北京当局已放弃限制生育 改而提倡 生育友善 截至今年6月为止 已有30多个城市提供生育补助 鼓励生小孩 像我爸爸妈妈 他们一直在推着快生二胎 那我说不行 我不想再生了 如果你生孩子了 你可能要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小孩子身上 那可能阻碍了自己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啊 所以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物价飙涨下 导致中国女性不太愿意生小孩 如今政府还直接打电话催生 这番奇招是阻力还是助力 民众恐怕 自有定论 三连新闻 凌晨期报道